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Crystal的频道啊 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话题 就是怎样提高注意力 因为呢最近我是有收到很多这种私信啊 就是说,哎呀学姐 这个复习进入这个倦怠期啊 没有状态了 这个注意力总是不集中啊 那咋办呢 然后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 怎么样去让你提高你的注意力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呢 是清华大学年级第一的一个学姐 她分享的一个方法 我要是当初知道了这个秘诀 我可能也考清华 开玩笑啊 清华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有吸引力的 首先我们现在发现问题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要去找到它为什么发生 然后我们再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你知道这种注意力不集中 它分为两个 一个是自身的原因 第二个呢就是外界的原因 首先最最重要的啊 也是大多数我觉得应该就是自身的原因了 觉得自己没有那种一开始蓬勃向上 拼勇向前的那种状态 然后呢我就需要给到大家一点小tips 让大家重新找回对知识点的渴望 首先呢我跟大家分享最最重要的办法 就是今天的重磅就是那个清华大学年纪第一他分享的一个办法就是三个小时不抬头办法 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啊三个小时不抬头啊我的颈椎怎么办 万一会有颈椎病怎么办 就是当你真的投入到一个事情的时候真的你知道废寝忘食这四个字怎么写吗 就是你根本不会在意啊你的肩膀酸还是怎样 就是你三个小时你可以起来活动一下对不对 你可以去生生懒腰你可以去上个厕所对不对啊 所以就是三个小时其实是在我们的忍耐的范围之内三个小时不抬头 因为有些人其实他真的很容易抬头一看个书啊 可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要抬头看一下旁边的那些小小姑娘啥的 看一下小帅哥啥的这个注意力就不集中了啥是不是 你被其他的这个注意力去分散了呀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抬头好不好不要抬头去看那些人 也不要去跟看别人在干嘛你要专注你自己的事情 然后这就是三个小时不抬头办法 我知道一开始可能有点难 但是你持续的坚持练了一个周 你的注意力就会有很大的提升啊 相信我好吗 然后要去实践 一开始一定要给自己那种强有力的灌输你知道吗 就是你一定要让自己啊不抬头 你到一个小时了你就说啊我再坚持两个小时 你到两个小时了你再说我再坚持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五十九分的时候你说我再坚持一分钟我就胜利了 就慢慢的就这样去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进步啊 层层递进啊 我跟你说之后呢你就自然而然的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就是这样想来我觉得我考验的那个时间好像也是安排的三个小时 因为我早上除了背诵单词然后呢就有三个小时的去背百科上午 然后呢下午就是除了一开始背单词复习一些知识点之外呢 下午又连续的三个小时去练翻译 所以我就觉得这三个小时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三个小时特别的巧合 啊我问你考研每一科他考多少个小时 是不是正好就是三个小时是不是有点巧合哎这三个小时哎太巧合了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是以三个小时为基点去训练自己这样的一个注意力集中 当然呢在这里差几句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力呢 你你不会发现你说玩手机你需要花三个小时去专注啊我真的玩手机注意力不集中啊怎么办 我要训练三个小时注意力去玩手机你没有这样吧 因为我们在复习考研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在从中找到那种愉悦感 所以你注意力不集中你还可以用一些小的办法你比如说啊你要将啊容易的和难的交替做你在容易的时候找到那种成就感你才有愉悦感你才愿意去学习对不对 然后你再把难的再加进来容易的和困难的你要交替的去做从而让你产生那种既有愉悦感又有挑战感的感觉啊让你对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排斥 OK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强调那个计划的重要性是因为当你有一个截止时间的时候你发现啊你这个效率非常的高 这个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对不对 你又没有回想在什么时候我们做作业交那个论文注意力最集中啊 是不是就是在要交的前两个小时是不是啊要交的前一天哎呀那个注意力哎呀那个那个效率啊蹭蹭的你就根本不用去思考哎呀我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 那是因为它有一个截止时间所以你如果每天把自己的计划精确到一小点一小点做尽可能详细的这样一个计划设置一个截止的时间的话你其实你会发现你每天只要按部就班的去完成那些计划就好了 这是我要说的就是关于自身的一些原因那第二个大的原因呢就是外部的因素 这个外部因素呢我要讲到两个东西就是一个是环境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桌面非常乱的时候你这个注意力是很容易集中的 比如说你这个桌面上有点零食啊有点饮料啊或者有部手机你是不是啊总是在做完两道题的时候觉得这个嘴巴没有味道 你需要啊嗯捏起那个零食啊嚼一下哎觉得生活啊瞬间的有了滋味啊但是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无意当中啊其实是会分散你的注意力的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尽可能使你的桌面清洁一点除了你的要复习的书啊其他的你都规制一边让你整个你所演及的这样一个空间呢是非常整洁的 同时也是有利于你这个复习的心情嘛你的干净的桌面啊都快乐是不是啊复习起来多得劲对不对 好这是一个桌面的问题然后呢其实有那种研究就是你的注意力不集中是因为你待在一个地方太久了 所以比如说你早上你复习的时候你可以去外面对不对你可以去背书换一些新的环境带给自己一些新鲜感啊 这是一些科学研究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哈啊啊这是我讲的环境这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你这个熟人太多就是我之前为什么要跟大家说啊很建议大家自己一个人去上自习呢 因为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上自习啊他坐在你的右边啊然后还有一个人坐在你的左边或者还有一个坐在后面 然后又时不时是不是有人啊经常啊要么找你这个笔记啥的要么邀请你一起去上个厕所是不是啊 所以他们就可能就是无形之中就会打扰到你但是你身边都是陌生人他们都专注于自己的学习当中啊根本没有人理你对不对 你就是沉浸在你自己的小世界里不要觉得孤独啊人一定要习惯这种孤独对不对 你习惯了这种孤独你就是孤独中的一匹狼你要是战胜了这种孤独你就是孤独中的战狼是不是 那我作为一个非常有逻辑的一个博主呢我是要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些tips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三个小时不抬头训练法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容易和困难的啊要交替的做啊第三个呢就是要去给自己设尽可能详细的计划设置截止时间 然后呢关于环境的第一个呢就是清理你眼级范围内的桌面啊桌面尽量保持干净 第二个呢就是最好不要和太多熟人坐在一起复习 因为呢高质量的独处比低质量的社交更重要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视频对你有用的话请给我三连好吗 拜托拜托大家 你们有三连对我是莫大的鼓励 爱你们咯好拜拜 不要太想我 哎不行啊要记得想我 拜拜